我們也太多了 我們的錢貴是要做好看 那成幾何時我們就想說我們也能夠像這樣 春多無法都要有到百萬一百 想不到百萬一五十 如果沒有百萬一五十 我們也要做到百萬一十六或者三十 不要弄弄弄 所以人心要轉到動心 動心變成天心當中 叫做專心為地化環為生 要建立一個良心的為故教 豬股道 那麼為故教戒斷就是 讓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有全禮政 活歸禮節好的制度 能讓壞人幹不了 不好意思 各位這樣理解嗎 好的戒斷可用 沒有好的人不去做壞事 譬如說 法尾跟你封住了 不能偷切 小偷偷不敢偷切 但是喔 我還沒在睡覺 偷偷才去偷切 沒力量沒力量 你去看對不對 如果我們定一個好的制度 給他扣一個圍圈 讓一個心懷的人 他看到這個制度和圍圈 他敢去觸犯 那麼沒好的制度 會讓好人變態 對不對 這個公司也一樣 公司的制度 公司的制度 尊度說 調理分明 商法分明 整個規範都是很齊全室的 這個公司按照制度去分流 這個公司就發展 那公司如果有制度 朝夕令改 好 那主辦公園那邊方便 可以完工 剩養 這個公司很完 他的這個績下 帶給他做的事 所以 不好的制度 也會讓好人變態 所以 關閉就是我們的制度 就是我們的概念 就是我們你說的 為負 規矩園 規矩 規矩 不規矩不能成方 天延地方 這都按照我們主人的定論 定出來 所以呢 一個 德國人很喜歡搬著家 武門 武門說 他如果開門要進去 還是開門要出來的時候 我到後面 人的時候 他十對不 手忙就走 十對問 Sahi Please come in 請你去吧 你如果等你出來之後 他以後 再一個問 乖 人家要出去 人家要出去 他就問打火 他一定等這個人 走出去 他再出去之後 沒有怪怪 有人說 德國人呢 他們的這個 這個民主素養也高 是不是 其實人心都比較快 為什麼德國人喜歡換人武門 因為他們有主要發動 我們是開門 開門 開門 後面有人來 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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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手 還是招門 還是他發生 所有的肢體上的傷害 就是 開門這個人 要沒有調查到 以後 還要 給他 有一個人 安典金 然後還要有法律 接受法律的 判斥 這樣說起來 不是德國人 他們的素養也不夠 因為他們都怕什麼 他們都怕什麼 因為他們發自 對吧 所以我們像開車 後床也是這樣 我開車很快 我會開車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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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如果開 如果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情報器 吼 對